台電31 敦慶慕靈精追追追 大家好 我是台電31 敦慶慕靈精追追追 立委篇的提案人 那我们这个计划呢 我们就先从一个案例开始 那我们都知道立法委员 他们可能会担任很多协会的理事长 很多基金会的董事长等等 但我们可能不知道他们成立的目的 或者是他们拿到什么样的经费跟补助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案例 这个立委名字 廖姓委员 他的配偶是陈姓女士 他们分别是这个智慧基金发展基金会 跟企业人基金会的两位都是理事长 那他们的会址也很碰巧 都登记在这个北平东路28号7楼的位置 那或许当我如同我前面讲的 他们担任理事啊 担任什么顾问很正常 那特别我们再看一下这 那廖姓委员担任的这位协会呢 他每年都向台电申请敦慶慕靈的补助 一年申请600万 然后据我看到的资料 他其实从学7年至今就每年都有在申请 那他的夫人呢 也曾经向台电申请过状案补助 那或许大家可能会觉得 廖国通这可能是单一个案啊 或是等等之类的 但其实不是 在我们台湾的立法院 其实我们可以看下面的关键字 写的比较小 例如说像登真文化教育基金会 那可能是邱易云协会 或者是日投花姐妹协会等等 这些都是立委 他自己担任理事长 但他一边向台电索取补助金费 但是他一边呢又在审查预算的时候 对台电可能会施以特权啊 或者是针对台电一些项目去监督 那这都不符合我们对民主现况的想象 我们怎么可能想象早上的立委 晚上变成某某基金会的董事长 跟台电要预算 或者变成某某公司的老板 跟政府部门在游说一些文字 那我这个专案很简单 就是要把索取 绑架预算 索取经费的这个情况给 利益冲突给揭露 那进而利用舆论的压力 去遏止这样的行为 那我会先制作一个关键人的资料库 包括立委本人 配偶跟义等亲跟助理 那把这个资料库建立起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资料的比对 去比对内政部的社团法人资料 或经济部登记的公司法人等等 那最后呢 我是希望可以把这三大问题给解决 第一个就是立委争取补助给自己的协会 第二个呢 就是敦金木林计划的不透明 那最后呢 是大家可以讨论这些预算的合理性 到底在哪里 那专案的目标很简单 就利用公开的金流资讯 那二十我刚刚讲的一些问题 那国营企业的钱 不再被立委给干预 给绑架 那甚至会沦为 刚刚的案例是 沦为四项瘦瘦的供需 那专案的目标呢 就是建立了一个立委 第九届立委 跟正副议长的关键人资料库 那我会再把 这些关键人跟协会的资料配对起来 那去揭露他们向台电申请敦金木林进化的金额 那进而去制作一个网站公开这些资讯 好 这就是我网站的主要架构 主要有三块 第一个就是先简介什么是敦金木林 因为想必不是每个人都很了解这到底是什么预算 但是在我们台湾 无论是中油台电台糖海水 都有编列这笔预算 他其实某一种层面来讲 他是希望 他本来就希望立委能够使用这些钱 那能在对于他预算审议上 能够有比较 可以有通融或者是比较便利性 比较好的通过 所以呢 这笔预算最后的合理性 也是我们要去讨论 那工作里程备的部分 我会在三个月起松计划的时候 先建立一个最主要的资料库 就是立委关系人资料库 那我就会先去比对 我们现有的监察院的公报 比对立法院选举公报等等 那就会把这些相关的资料库给建立起来 最后呢 我就会把所有的资讯 申请经费的金流 最后给透明 那让大家能够去查阅 最后呢 比较有趣的是 我会成立一个黑机关补助款 因为目前预设是 任何申请的单位都是 公开有向内政部登记的 但我不排除 有一些团体是 可能是不存在 或者是连立案都没有 这部分是我 专案的延伸 以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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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